封兵乡公所应用科技结合医疗打造出的封兵照护模式成效逐月 而乡公所由健康管理7人团队结合各部落文件站照服员 随时为长者身体生活状况把关 不仅提供长者的健康与安全的双重照护 提供在地就业机会 也成为偏乡长者照护的典范 封兵乡公所透过科技应用结合医疗资源打造封兵乡照护模式 在运端科技以及医疗运所的资源配合之外 在地尤兵公所聘雇组成健康管理员7人团队 则深入到各部落社区各个角落直接关怀每一位长辈 找我们该区负责监管人员 然后他就问他说 我手环我找不到你可以帮我找 因为我们的手环有GPS的定位 所以我们就帮他看了他的定位 就是他的定位一直跟着那个长者一直去移动 刚好那个长者去加油 然后那个车子也去跟着他到加油站这样子 后来最后我们还是协助我们长者找到他的手环 也靠着那个GPS这样子 今年30岁的健管员罗巧云即便是新手 但透过智慧手环也能够及时提供长者必要的协助 而资深的林秋环一人负责港口村大约180多位的长辈 拥有护理背景的他从不嫌累看到部落长者都能受到良好的照护 不反倒是乐在其中 一个月反倒是189位的长者 那我们除了每天的电话关怀 那然后再来就是例行每个月到家里去看他们 那再来就是每天要透过笔电来 就是看他们的数据回传正常不正常 用这样的方式然后我们才可以知道长辈们在穿戴手环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是不是有正常的正确的有达到落实的关怀到这些长辈 冯兵乡公所聘雇包括罗巧云林秋玉在内总共七位健管员 做长辈乡公所与医疗院所沟通与支援的桥梁 随时为长者身体健康及生活状况来把关 乡公所也借此提供在地部落族人一个就业机会 所以其实在我们开始跑的时候我也陪着他们跑 不管不管在我们在深山里面和我们的就是海边 因为我知道我们封冰乡的乡民家人们几乎都是农于月居多 所以我们都跑了山上又跑了海边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都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 那我也希望很好的政策能够更延续 冯兵乡公所与卫福部华林医院以及华林县卫生局合作 争取国发会预算与公所配合款总共1655多万元 购置了第二代智慧手环 提供冯兵乡900多位55岁以上罹患慢性病或独居的长者 升级优化冯兵乡的照护模式 而到场关心的县长参与人古拉斯优达卡也提出 偏乡医疗必须全面结合网络 同时也必须是常态性的规划 并且和地方乡镇市公所结合 打造偏乡医疗科技的照护服务 记者是玉兰封兵采访报道